你自己想做什么 我觉得肯定选A 我觉得这都是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而且现在确实这个年纪就是应该 有冲动 有尝试 有去追求自己喜欢的梦想 大把时间就是拿来好好放肆就好 这别犯错就好 马上就10岁了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嗯哎挺自由的 我之前看见你的财导你别说 你妈妈之前想给你安排 哦我我安排相亲 这个不行 我说舞台多少岁你让我相亲 很奇怪 以后如果有你喜欢的人 下面哪种风格更像 嗯 我选c 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太适合我 可能就是 照顾他给他写歌 我给他唱歌 我选c 嗯我的好哥们 我建议默默一点 非要选择好 第一种可能会让女生有点尴尬 我觉得可能第二种比较 就是顺水推舟潜移默化 水到渠成 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你现在准备分三了 你开始养生了吗 需要吗 不需要 我完全不不不不考虑 对 如果选择一种既然轻松的方式 你会选 我选b 因为我觉得b 对于我来说很珍贵 可能我如果现在站在三里头的街上 不戴面具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了 但我如果真正戴面具 跟别人拥抱的话 我能够跟每个人的距离更近一点 不用考虑谁是谁 加餐裸奔这个其实就很简单 只要没有人奔就好了 那不是就跟在自己家浴室一样吗 反正没有问题 你还能想起来 上一次拥抱是什么时候吗 上一次真正动情的拥抱的话 可能是跟我家里人吧 就是 就是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太紧紧的那种 紧紧相拥啊 就是意思意思 但是但是心里的感觉不太一样 但是要说真正拥抱的话 商务拥抱太多了 就不知道哪有了 下面哪一种年龄带来的情况 可能会让你难以接受 秃头比较难接受 秃头 我这样只能说你年纪大了秃头对不对 我不可能说我青春期秃头 就带一个人家 看到一个以后秃头了 你不想说我去局发 还是说我替个光头算了 替个光头 我可以戴假发呀 哎 就像那个谁张东胜一样 前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地板就是原来很多的幻想是 没有办法实现的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悲观说法 但是我觉得虽然现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 很多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不要让赤裸裸的现实 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梦想的种子给掩埋掉了 对 你自己想象中的20岁 这种青春美好的画面是什么样的 可以和我描绘一下吗 想想可能是我20岁的时候 开了一场万人演唱会 在演唱会上肆意地挥洒 热泪和汗水 然后引得全场过一种大合唱 唱完之后 我开着我的车 在一个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放着音乐 开着车 开回家 睡觉 很美好 其实我很想问一问 这些20岁 或者已经过了20岁的人 在你们20岁的时候 做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还有 在你们20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很然 很勇敢 很美好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 仔细